来 平婷 虽然 你是我府上的侍女 但府里上上下下 没人把你当侍女看待 我跟娘也商量过了 选个良辰吉日 我就娶了你 少爷 你不愿意 平婷从小被靖安王府收领 我是罪臣之女 若不是长公主好心收领 怕是也活不到今天 平婷早已认定 自己是靖安王府的人 不管是为奴也好 为妾也罢 只要能留在靖安王府 都是平婷的福分 少爷若是不嫌弃的话 平婷再次谢恩 别谢恩了 当年是我娘收留你 你的下半辈子 就由我来照顾吧 我一定让你平平安安的 可难以为我 问我 靖安征战多年 死伤无数 百姓苦不堪言 陛下新成大位恐有不知 长此以往 只怕大燕会 外忧未处 内患一生 失明心者失天下 这一场仗 我们真的要继续打下去吗 我给你机会了 这场仗是你自己没有把握 我是不忍见到百姓在受战争之苦 只要陛下铲除静安王府 无人挑起战争事段 我自然保你平安 此举能让你内忧外患皆可解除 那岂不一举两得 你是要逼本王亲自动手 这是陛下自己的家务职 陛下责无旁贷 我军就驻扎在蒲板城外十里之地 为节 静候嘉宜 王爷 燕王宫中的伏兵已尽数出击 可是静安王府好像提前得到了消息 已经全部撤离 去往吴老锋的方向 倒是个料敌于仙的人物 看来单凭燕王一人之力难以成事 那王爷的意思是 静安王府不出终究夜长梦夺 我们救助燕王一臂之力 莫然得令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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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颠簸 这不是我们要去的路 这是要去王宫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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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金安王 十箭闯入王宫 分明是想行刺陛下 犯上作乱 现在我们已经把你围住了 你死路一条 还不赶快缴械投降 这位将军你误会了 你听我解释的 众将听命 遗产贼子 杀无赦 快快进 驾 我说你这么想 你呗 一般来门 你俩可以得便吃 这位乱 与民主敌人 为了 你不赶过去 生日文 正妹 这日文 非有 有 请 新西兰